网友偶遇胡哥、吴磊拍戏 一将三打 两人已成好兄弟无疑 胡哥和吴磊相差17岁 22岁的吴磊已经变成一个大帅哥 他和胡哥拍过两部电视剧 一部是少年杨家将 当时的吴磊才五六岁 还没上小学吧 后来两人一起再度合作演出狼牙榜 这时候的吴磊才是一部电视剧 还十四五岁 感觉吴磊像胡哥看着长大的 从五六岁到十四五岁 再到现在的22岁 真的是看着吴磊从可爱少年 变成大帅哥 有网友爆料 胡哥和吴磊在某小区拍戏 还称他们又合作了 画面非常糊 粉丝都不敢保证 两人是否真的在合作 胡哥目前在演出 曹宝萍监制的电影 不需此行 吴磊是不是客串还真的不好说 如果是胡哥让吴磊客串 这个可能性是很大 但目前没有官方宣布 所以还得继续期待二人的三搭 甚至四搭 吴磊粉丝也表示 他目前在拍摄草木之间 所以会不会抽空到 胡哥的电影里客串一下 也是可能的 胡哥和吴磊在狼牙榜 有着深度合作 两人的戏份很多 吴磊饰演梅长苏的小保镖 飞流 两人在戏中 很少有很欢乐的气氛 但戏外 他们像父子 更像兄长 也是斗逼欢乐多 互相斗趣和玩耍 吴磊当时演出 《狼牙榜》的时候 可能才十四五岁 因为他是1999年12月出生 只差几天 就是2000年出生 所以当时吴磊 还是个大男孩 和胡哥也是很斗 虽然两人相差17岁左右 但他们更像兄长 两人主演的电视剧 《狼牙榜》走红后 参加活动 他们也经常会被拍到铜矿 吴磊是慢慢地长成大人 现在可能比胡哥高了 他是2018级 北电表演班的学生 也是大四的学生了 这个夏天 可能就要毕业了 以前客串不少影视剧 是很多明星 看着长大的小可爱 现在变成大帅哥 开始成为偶像剧的男主 吴磊风评很不错 基本上没有绯闻 看起来非常的自律 其母亲也是管控很严 的确作为明星 如果父母管教不严格 可能很容易成为流星 吴磊也是唯一从童星 变成男一号 过度比较成功的男演员 不少童星因为成年后 长残而影响事业的发展 吴磊是完美过度 是越长越帅的类型 胡哥现在是专心提升演技 在完美伴侣客串一个保安 他为了演技也是很拼 他接拍了不少文艺片 目的还是提升演技 其实按照胡哥的咖位 他完全可以是很多热门影视剧的 男一号人选 但他不着急 不在乎翻位 更不在乎是否演男一号 在不少影视剧演配角 目的不是赚钱 而是磨练自己的演技 的确 他的演技已经到了一个平静 如果要有大的提高 还得是演技的提高 所以现在的胡哥很淡定 也很从容 身上毫无压力 胡哥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年轻 如果他60岁的时候 吴磊也才43岁 有人开玩笑 可能吴磊结婚了 胡哥还单身 可以邀请胡哥做伴郎 其实这是开玩笑了 吴磊现在22岁 如果30岁结婚 还有8年 胡哥也将47岁 没有谁见过40多岁的伴郎吧 不会有这个可能 说不定胡哥很快就官宣结婚 现在的娱乐圈突发事件很多 不少新闻都让人脆不及防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胡哥凭什么能够得到 如此多的观众的喜爱 这几点必不可少 人生际遇真的谁也说不准 也许这一刻你在云端 但下一刻你就会在泥地 胡哥当年经历车祸 慧荣 分手等大起大落 跌到人生低谷 他甚至一度想转到幕后 不想参与前台的任何工作了 但是在养伤的接近一年的时间里 因为背负着众多人的殷切的希望 这份责任促使他转到了台前 他说自己从来不是教科书 只是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 而演戏也让他体验到各种不同的人生 对人生有更丰富的理解 这几年的胡哥认真演戏 做公益 生活 他不再虚荣地追名逐利 因为他渐渐懂得生活的意义 而年轻的胡哥 估计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会走向如此低调的人生 胡哥凭借《仙剑》里面的李逍遥 获得大众喜爱后 接拍了好几部电视剧 广告代言接踵而来 他的人生忙忙碌碌 像个陀螺一样旋转来不及停歇 但一切也因为工作忙碌导致车祸 他毁容了 还连累助理失去生命 但胡哥也遇到生命中 第一个拉他走出黑暗的人 就是射雕英雄传的导演和公司 他们都愿意等胡哥伤好了之后 在拍这部戏 而不是就此机会抛弃胡哥 而胡哥虽然需要用刘海遮住伤疤 也没有走出他内心的伤悲 但他的第二次辉煌人生 也即将到来 他火了 而第二个拉他走出黑暗的人 就是李依晨 胡哥跟李依晨年轻时候 搭了很多戏 郭靖黄荣 地瓜小七 很多观众都很希望 他俩在现实生活中 能够成为家偶 但生活中两人也是很好的朋友 而胡哥在漫长的演艺生涯中来说 林依晨也是他的良师异友 所以他也很感激林依晨 胡哥在2017年 因为不知名原因要出国留学 林依晨对他说了人生际语 他说一般人都会有被人仰望 或者轻视的时候 可是我觉得 只有自己知道怎么平视自己 然后才知道 自己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句话对胡哥 无疑是当时的莫大鼓励 他在颁奖台上 对着林依晨说 他很感谢他对他说过的两句话 一句是演戏 是一个探索人性的过程 一句是他在用生命演戏 这两句话对他影响深远 他一辈子都会记住 胡哥也在用实际行动 努力践行着这两句话的意义 而胡哥也很珍惜自己的羽毛 一直秉持着用心学习 谨慎接戏的态度 他说他获得如今的成就 只是比其他人幸运的 更早知道演员应该是什么样的 胡哥说 他用十几年的时间 才向外界观众证明 自己原来是一个演员 这条路他走了很久 但他一点也不后悔 他说过 敬畏艺术 热爱艺术 会让你的审美 你的格局 你的学习目标 你创作的初心都会随之改变 当被鲜花和掌声围绕的时候 要学会舍我 而当作品广泛传播的时候 要学会吴我 无人问津的时候 要学会忘我进入创作 胡哥的谦虚和努力 为他获得良好的观众缘 他至今出道也二十多年了 他在漫长的人生中 学会了和解 也学会了脚踏实地 他不再那么浮躁 也逐渐走入 实力男演员的行列 希望未来的他人生 能更加圆满吧 接下来说 胡哥新片官宣 电影之路正式开启 前不久 胡哥主演的电影 不需此行官宣 胡哥一直都在用作品 证明自己 打破界限 进入大影评 不断尝试厚集勃发 是实实在在拍戏的优秀演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用作品精彩回报观众 不争不抢 不急不躁 不参加综艺节目 也不炒作 永远都是一股清流的存在 胡哥可以说是正能量的代表 电影《不需此行》 由曹宝平监制 刘佳音编剧及指导 胡哥领衔主演一位写道词的人 为每个普通人书写 不需此行的一生 网友感叹 曹宝平一度被称为 是这两年影帝的生产机 胡哥手写不需此行 落笔之处写满人声 近日 中国电影报道了专访胡哥的专辑视频 在媒体采访中 胡哥说 我始终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用作品说话的演员 演戏不是为了获奖 我把演员当作我一生的一个事业来看待 偶像剧出道的胡哥在最火的时候 反而去演话剧 慢下来 让热度降下来 让观众关注他的作品 而不是胡哥这个人 有作品的演员不害怕过气 不害怕被遗忘 打破仙侠剧滤镜的胡哥 归来仍不忘表演初心 属于他的电影之路也才刚刚起步 三初代仙侠剧偶像代表 胡哥已经成长 在《仙剑三》中 胡哥首次一人分饰三绝 《伙计景天》 江国太子龙阳 《神界天将飞鹏》 并演唱片尾曲《忘记时间》和插曲《光棍》 他一直在寻求突破 《狼牙榜》中的梅长苏 《伪装者中的明台》 《猎场中的高级猎头》郑秋冬 从小荧幕走到大营评 合作刁易男 王家卫 陈可欣等文艺片导演后 牵手了又一位文艺片导演曹宝平 《实力演员》电影之路才刚刚开始 期待繁花 训怒 不需此行 期待电影人胡哥 最后祝福他 行判绝ï者 慢慢 κ 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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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